大家好,我是爱迪生 上次我有讲到圣教军22赛季的各种玩法 那主要都是针对单人的 这次我就来讲一讲 圣教军组队沙王的装备与技能配置 装备上面跟单人冲层三光是差不多的 同样是使用英勇的五件套和船长两件套 首饰我们选择旅人项链和罗牌玫瑰 另一个戒指我们就用元素嘉年华 22赛季的话我们武器就选择战马套 三颗宝石基本锁定这个求者 商级之央和迅捷勾玉 那萃取部分 妖邪必败 皇家华界 圣怒之盾 这三个是肯定要带的 至于防具的萃取 有几种选择 可以根据巅峰的等级和操作水平来做一些调整 那要注意的就是 组队的时候要保持全身的范围上都是0% 装备上面不能出现任何的范围上 巅峰点数的范围上也要把他去除掉 不然会导致卡顿了 全队有可能会翻车 那技能方面呢 阿卡拉特勇士是必带 至于符文 我们一会再说 那绿令呢 我们选择减号这个符文 钢铁支甲 我喜欢用这个7秒符文 更持久 爽啊 战马 我选择回血符文 如果说跟队伍打法成熟的话 我们可以跟辅助蛮子交流之后 我们选择拉怪符文 帮忙拉下这些残血的精英怪也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用法是比较有讲究的 因为被你拉过的怪物呢 是有控制地减的 可能会导致怪物免疫蛮子的践踏 所以一定要跟蛮子充分的交流 天堂之拳 我们选择雷霆练系符文 用于回能跟叠加勇气套的增伤 天堂之怒 那自然就选择天堂之火 被动 我们选择天堂之力 宝石之力 律法无边 这三个是基本必带的 至于最后一个符文 同样我们根据巅峰等级和操作水平来做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春歌来保命 也可以选择神圣之力来增伤 接下来我就说一说 装备与技能可以做的一些调整吧 低巅峰时候 我们的装备不是特别的好 坚韧也不是特别够 所以装备磁缀上 我们武器跟手套这些部位 尽量保留力量这个主属性 其余部分呢 能出冷却缩减都尽量出 最好是堆到60%以上 那配合迅捷勾域 大概都会有67%到68%以上的冷却缩减 那这样可以缩短这个阿卡拉特勇士的和钢铁指甲这个中断的时间 那其余磁缀呢 我们就堆高暴击率跟暴伤就可以了 衣服跟肩膀 我们最好出天堂之怒的技能伤 盾牌如果有三弓的话是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只出暴击跟冷却缩减就可以了 保留盾牌上的力量跟体能主属性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防具萃取 前期我推荐用天鹰胸甲 50%的减伤是非常有必要的 阿卡拉特勇士符文 我们也选择先知化身的可以多一条命 那等巅峰大概过了2500之后 我们可以渐渐的摆脱一些保命的技能 进一步提升伤害 比如阿卡拉特勇士 我们选择急速强攻符文 增加15%的攻速 被动技能呢 我们也可以放弃春歌 选择神圣使命来增加伤害 那装备上如果有条件 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攻速辞坠 比如可以堵三攻的武器 10%伤害 7攻速加冷却时间缩减 或者四攻手套 暴击暴伤 CDR跟攻速 那这些装备都属于比较极品的装备了 需要一些玄学赌博的方法 那关于玄学赌博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玄学重铸系列的影片 戒指部位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把暴击词权换成攻速 因为组队的时候 辅助DH会帮你增加18%的暴击几率 所以我们自身是不需要堵太高的暴击 高一点的攻速呢 还能帮你在网站阶段 更快的叠加上级之央的层数 以及在元素界爆发期间 多打一到两次三光 那最后就是给追求以小博大 紧张刺激的高丸 完全放弃坚韧 回归魂斗罗玩法 我们可以把天鹰胸甲换成 李奥瑞克王冠 放弃50%的减伤 进一步增加冷却缩减 和增加伤害 那有兴趣的同学们 可以去试一试 我最后再介绍一下打法 进度阶段圣教军可以做的东西其实不太多 一般情况我们跟蛮子充分交流之后 圣教军可以去周围拉点小怪过来 也可以把一个点打完的 剩下的这些残血精英和小怪拖走 勾引到下一个点 那切记我们不要盲目的往前冲 跟去探图 这样很容易把这个塔点提前踩掉 导致前面出不了塔 等怪聚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跟死灵一起来打一打 主要目标我们就对着精英 先用天堂之拳叠层 然后等蛮子踩 看到蛮子踩下去 我们就可以上战马 然后下战马 对着怪队或者精英 打几发这个三光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 每个队伍其实他的打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跟自己的队伍交流 看看进度阶段呢 到底是否需要圣教军来帮忙打一打 那等到boss出来的时候 才是圣教军的高光时刻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先叠羽毛盾的十层 所以我们就对着精英 先打十次三光 累积这个层数 期间也别忘记用天堂之拳了 回下能量 等到十层叠满 我们就等元素戒 到火元素赚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叠天堂之拳三层 来触发勇气套增伤 同时我们开启阿卡拉特勇士和律令 火元素的最后一秒钟 我们骑上战马 同时蛮子也应该会踩下去了 等神圣元素一开始 boss会被蛮子踩昏迷 我们就贴脸喷三光 打完一轮元素戒之后 我们就继续用天堂之拳 叠上级这样的层数和回能量 使用天堂之拳的技巧 同样是在boss身边 拉一个小三角形的电网 最好不要在一个点一直放电 随着上级这一样层数的上涨 三光的伤害也会不停的增加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200万面板伤害的圣教军 140到145层 boss大概一分到一分半钟以内就能打死 不同的boss有不同的特性 有些boss需要躲技能 有些boss你要追着他跑 有些boss就比较好 他傻傻的站着等着你打 所以更多的还是靠你自己的经验积累来判断 好了那今天的圣教军组队沙 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